一个简单的范例 你会发现这个 有点像是Visual Basic写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以前呢 你必须要利用那个 视觉化的开发工具 才可以办法做到 像这个有点类似 就是我前面讲Visual Studio 那这个Visual Studio 你必须要安装 而且像现在已经出到20 2012 2012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 其实你会发现 越后面的版本 越复杂 你安装之后的话 你光安装就好几张光碟 而且是DVD 安装手续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琐碎 而且呢 那个开发的环境 非常的复杂 对一般人来说 简直是 这个 太高难度了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开发这种东西 Visual Studio 已经有给我们 所以你不需要 再另外再找 直接利用Visual Studio 就可以开发了 也可以达到我们的需求 那有时候就是 杀鸡不用牛刀 简单的东西 干嘛还要装一大堆 很多人光要把那个前面的设置动作都要学会的话 我看他可能想放弃了 光安装就安装很久 还有呢 环境你要让他了解里面的所有功能 我看有些同学已经真的想要放弃 但是呢 了解VBA就比较简单 为什么 它的功能很阳春 比如说哪一些 在我们怎么样知道它有哪些功能 各位在设计的时候 这边去 在开发人员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的话呢 这个工具箱呢 假如说你不小心把它关闭的话 要怎么把它开起来 特别注意 注意一下 在上方有工具列 工具列里面有个这个符号 这个就是工具箱 我把它按下去之后的话 就可以来布局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设计出 类似像这样的图形化界面呢 首先第一个 请你要把工具箱要叫出来 还有呢 接下来你要想说 老师这个怎么会有个表单呢 本来有没有 本来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样插入这个表单呢 请各位同学 注意看 在上方 在VBA的环境里面 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什么 插入 插入里面的话呢 有没有看到 我们前面都是用什么呢 模组嘛 对不对 还可以印象吗 在写程式之初 我是不是一直想到 请你加入一个模组 我们在模组里面写程式 对不对 那上面会有个什么呢 设定表单 有没有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设定表单 就会自动跳出一个什么呢 跳出一个叫 user form 1 user form 1 那当然名称可别修改 当然是可以的 你要怎么修改呢 这边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请你在这上方按右键 找到什么呢 它的属性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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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